英國脫歐跟歐盟達成協議的期限 是在12月31號 剩沒幾天了 雙方都認為在漁權公平貿易規定 跟貿易協議的執行 這機制上面 三大問題都是有嚴重的分歧 那接下來呢 Johnson他下禮拜要飛到布魯塞爾 希望能夠保住這一個協議 不要完全的破局 各位你來看在政治上面 到了最後一刻要能夠翻盤 要有一定的天使地利人和跟契機 你覺得這奇蹟還會出現嗎 因為禮拜四禮拜五歐盟要開會 我認為那個漁業 英國讓步的可能性比較高 為什麼會把漁業挑出來這樣 因為確實會減損 那漁民當然會有意見 可是漁業在英國只有0.1% 可是總要提 他要交代 我覺得比較麻煩是 那個公平競爭這個議題 因為他就說我如果脫歐之後 那我有一些可能會有 國家自主的政策 可是歐洲人可能會認定 那個叫補貼 那就會造成我跟歐洲貿易上的 就是你把我當作是補貼的產品這樣 那歐洲人就會認為 那叫不公平競爭 他就認為不應該這樣對我 可是歐洲人怎麼可能對你例外呢 這個議題是全方位的 所以影響是比較大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他這個議題 歐洲人不知道要怎麼去理解他 比較困難一點 還有可能再一次把這協議的期間 談判時間再往後一點嗎 坦白講目前英國的 留歐的民調是在上升 所以其實支持降陣的 那個力度越來越弱 所以他如果沒有達成協議 對他也是滿傷的 他變成兩難了 沒有達成協議我覺得傷的 絕對是英國比較大 黃老師你來看 剛剛特別提到了漁業 漁業在英國的經濟佔比不到0.1 但英國堅持 未來歐盟三年當中 在他們的專屬經濟海漁 維持現有的捕魚的配額 而接下來要逐步的減少 減少8成 漁對英國這麼重要嗎 在0.1而已 為什麼把漁當作籌碼 希望能換到什麼 第一個我先講 為什麼講漁 就是因為兩國談判 什麼東西都可以當談判籌碼 只要是合理的 因為英國人吃Fish and Chip 對 雖然說大家可能覺得不太好吃 但所以我就要講 稍微插播一下 所以我們的萊豬 這樣就換過去了 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本來應該可以當談判籌碼 突然一下就送給人家 這是很奇怪的談判方式 那英國呢 本來就是個談判高手嘛 從以前的帝國到現在 他知道任何東西 我可以拿到談判桌上 跟人家交換 我就拿來用 那我知道了 魚只有在0.1% 他也拿出來談 代表說他沒有什麼東西當作籌碼來談 是這樣子嗎 有時候這個議題他可以讓 對 可是他可以讓 他有別的 他這個其實讓一讓沒關係 但是我也必須講 除了這個英國 把這拿來當談判籌碼之外 我們要把這問題看到 當初歐盟跟英國 如果英國加入歐盟的時候 當時叫歐洲共同市場 他們其實有個協議 就按照當時1970年代附近的 這個捕魚的量去分 在這些所謂的大西洋 或是這個 歐洲跟英國沿岸的這些的捕魚的 Quota配額應該怎麼分 它是1970年代分的 當時英國捕魚量沒那麼大 英國現在捕魚的量增加很多 所以英國覺得說你拿那種 三四十年前的這個Quota的分配 用到現在我當然不要 所以我們才看到英國說 你們現在就算可以來捕魚 但是我希望三年之後 你們捕魚的量要減少到八成 因為我現在捕魚的量是很多的 所以英國也是想借這次談判 推翻過去1970年代 為這個捕魚的基準的 一個做法 所以很好玩的 一次解決 對 我們新聞或許沒有提到 因為我正好稍微看了一下 英國甚至怎麼講說 以後來決定這個Quota配額呢 以魚種來確定Quota 以魚種啊 對 今天譬如說 金槍魚是一個 鮪魚是一個什麼什麼 對 那歐盟當然說 你這怎麼可能做得到 但英國說這是我的要求 Logic還要算一下 對對對 還要算 所以 其實 但是我只能說談判 反正任何議題都可以丟到談判 之後要當談判 這Ross很清楚嘛 對不對 法律談判當然也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好玩的 就是說看英國最後 他會不會突然一下讓了 讓到說好 那大家以後還是先按照過去的做法 來捕魚 但是我很快再講 最後其實牽扯到什麼 捕完之後魚賣到哪裡 其實歐盟有很多魚 捕完之後是賣到英國 英國捕魚才能賣到歐洲大陸的 所以兩邊其實除了捕魚之外 還有這個魚捕到之後怎麼去賣 你可以賣多少魚 這都是後面其實綁在一起的東西 你覺得到12月31號如果還真的是沒有deal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局面 沒有一個deal的話 當然歐盟他的態度很強硬嘛 他就希望那以後你英國的船就不要過來嘛 就無需脫歐 對啊就硬脫歐了 對就硬脫歐 但是我覺得以雙方這個長期交代的個性 這個這個互動的觀察來講 我覺得雙方應該會找到一個相互 可以稍微讓步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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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不排除喔 這一個東西他會列出來繼續談 也就是英國跟歐盟會有一個協議的脫歐 但是像這些魚的東西 跟魚的這個還有捕魚之後的買賣 這些可能會拖出來繼續談 也不是不可能 就協議之外的另外的彈數 對我覺得反正變化很多 但我覺得兩邊其實都是蠻務實的 這些政治實體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可以找到一個方法 Johnson些 those 所有談判的不管是攻防 跟他自己在英國國內的聲望 或者是民意的走向 絕對會有關聯性 我們來看在英國有一個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民調 這個民調就是留歐派 呼應剛才委員講的 的確現在是達到47% 脫歐38% 在當時做公投的時候 其實他們差距差 0.3 非常少的數字 但現在已經拉開了 留歐的比脫歐的 多出了10%左右 所以民意改變才是 Johnson現在要去把這個 協議保住最重要的原因嗎 請教一下Ross 如果沒有協議脫歐 要回到WTO規範的話 英國真的會很慘嗎 一定會碰到很多貿易方面的障礙 如果沒有協定的話 也會導致一些跟歐洲國家 尤其是法國 德國一些 就是領導人 就是他們之間 不管是在馬力或其他方面的政事 尤其是中國或其他政策方面 其實是很難相處的 如果在這段期間沒有協議的話 那這個也是不管是馬克羅或 麥克爾或Johnson都想避免的 雖然在貿易中央的政事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捕育這方面 或其他的公平交易等等 他們有他們的立場 但是他們都不希望 這個會前世到其他政事 因為他們還是要合作 英國還是歐洲大陸的隔壁民主 所以很多方面還是需要合作 雖然不是在歐盟的 在歐盟這個平台之下 他們還是要 在很多不同方面要合作 但是有一個重點 重點是美國要換個總統 本來川普都在背後支持Johnson Johnson在我說在 在這個脫歐的談判當中 川普非常支持Johnson的立場 這個也是歐盟也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 歐盟在心理準備 可能是我們要讓步 那現在美國要換總統的話 那是換Johnson要讓步 少了一個靠山 對 歐盟知道我們可以強硬一點 因為Johnson必須要讓步 因為拜登一直以來 都反對英國脫歐 那所以現在是換馬克羅跟Merkel 非常高興拜登選上 Johnson都很 當然川普拜選對Johnson來說 不管是脫歐其他外交 真的是對Johnson是 非常大的挑戰 你剛剛提到了川普 我就想請教委員 身為政治人物 Johnson脫歐 川普退群 這都是民粹起家的政治民心 我想請教就是 你看到現在川普 沒有在白宮連任 那英國Johnson 正在脫歐的時候 面臨到這些狀況 對於用民粹煽動起來的這些政治領袖人物 他們現在面對的狀況 會對於其他政壇全球的領袖 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他會崛起當然就是看到了參加歐盟的壞處 比如說這個難民跑進來 或者是 就是 那我國家有很多政策不能選擇 這些 那這些很容易去散動 可是真的要離開的時候才發現 在歐盟裡面還會是有很多好處 實際上我們剛剛只有談貿易 那人員流動呢 尤其是年輕人的工作 你人員流動搞不好有很多英國人就跑去歐洲了 他不會住在英國 比如說我說那個 我們說那個盧森堡 盧森堡那個金融中心有很多是英國人 他們可能就留在歐洲了 英國的平均年齡會令克老化 因為年輕就直接拿國外的護照 不是會如此嗎 因為它自由流動 而且歐盟是個整體 可以對外當作談判的一個貿易主體等等 所以我覺得 快接近時間 大家才開始去想深一點 所以原來留在歐盟 我們有得到哪些好處 所以民調才會上升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我剛剛的問題就是 因為在歐盟當中 有一些不得不遵守的一些規定 包括了難民的分配 以這國家接收多少 所以 還有國家政策的限制 對 因為這些難民 他們在社會上面產生的摩擦 民眾是第一時間就能夠感受得到 很有感覺 也是讓這些民粹的領袖 可以操作之後就得到選票 但是 他最大的理由就是造成我失業 對啊 是這樣 可是這些起家的政治領袖 碰到現在的狀況 他不就有理由 將此又碰到了一個 他協議的關係 一定的關係 不會對於這樣的操作 方式未來會進行嗎 都可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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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